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無需迴避 殯葬專家袁博士和小文 引領大家重新認識點死至好 大吉大利 百無禁忌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百無禁忌 繼續有袁鳳博士和我小文 大家好 今個星期很熱 上個星期很精彩 我說很熱的不只是天氣 是講你的課程討論 OK 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話想說 老實說我本來沒有想過 在這個節目中 去講關於我課程的論文 是我差勁 我差勁 不不不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從來是否開班是一件事 很多人都問我是否開班 那么��도会一直甩着阻断 也不会开飞 因为学党很麻烦 开词班要好多人士 老实说 所以促使我开班 是因为我们正在上次 Woo 介绍观目时 我有眼美地去动作 除非我们开班 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老博士有一天 便拿了观目的木材 过来介绍 我问旅行 会不会有机会带我们的观众或听众去参观这个棺材厂 因为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曾经跟过博士去一个棺材厂去参观 我要先澄清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人做生意的地方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带客去那个厂 是真的有机会 除非他真的会在 说的是厂厂不是那些店铺 就是说製作的 由那块板某都未是一棵树的树干 一棵树干开始 如何将棺材厂装在一起变成棺材厂 如何刷造一个形状出来 看着师傅如何做出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 因为那时候你有机会跟到这个案件 因为当年我是扮认课程的时候 是其中一个课程的设计 那我就有说过 是很难忘的 是很难忘的 就是如果你说 不是的 我只是带别人来打卡 搞定来做生意的就无谓了 是 就是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也跟小民说了 小民就说不如你试试开班吧 如果有人弄得整个 是的 弄得整个就去吧 其实我在课程中的写照 我也没有刻意将这个 可以去这个地方做勾停 原因就是我不会利用别人的东西 去宣传我自己的东西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其实那个朋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扮演这类的课程 都去不了厂里参观 是因为交情的问题 我未入行就已经认识他了 是 事实上是很多年的心交 你在行内有很多很特别的交情 我低调就不等于我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不出现 不等于我死了 或者你只是低调 我只是低调 我从头到尾都说我很低调 很多时候我都不会出去红磡 没什么人见过我 也不奇怪 看到我出去的话 那件事一定是很熟悉的朋友 我才会亲自出去 我通常是叫别人帮我跟着 是的 我有我自己的人帮我去跟着 还有再说一次 我们这个百无禁忌的节目的初心 是真的很想将一些笨藏的知识带给一些观众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就是这么久以来 很多人都觉得笨藏这件事是很神秘的 而且一有起事上来 其实大家是不知如何去找人帮忙 或者找到的时候 很多事情他们是不知道不懂不明白的时候 是真的有需要去打开这个笨藏界的面纱 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个节目 是的 其实之前也曾经试过 和某一个大气电波的电台 就是商讨合作的问题 但是后来因为一些条例上的问题 所以节目也没有开得成的 结果来到潘充这个台 潘充还可以的 他们不忌忌 他们不忌忌 所以我们就成功可以在这里搞这个节目 让大家知道一些笨藏的知识 其实这个知识是 应该这么说 生老病死人人都有 但是唯独死这件事 是没有什么人原话去讲去提 所以我们搞这个节目 真的很想将一些 这个界别的东西去讲多些给人知道 而不要让大家整天觉得 笨藏这些东西不要讲不要提 其实不是不要讲不要提 是真的需要讲需要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逼经这个阶段 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合眼之后 那些东西才发生 那为什么自己在这里的时候 不让自己知道多些呢? 这是我们最初的初心 我也有说过 我上一集也有说过 我说其实我当年搞课程 是基于因为我参加过一个 所谓的研究发布会 是认为行内的所谓神秘 就是消费者应该知道多些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第二个就是行内的专业知识 那个全城的问题 是应该要有一个专业的培训 是 其实这个 还有他们在消费者 在选择这个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或者是明白 怎样去评估一个服务 或者一个产品的质量 和它的价值的对比 就是我们称为性价比 所以这次我去搞课程 我希望令消费者 有机会知道什么叫性价比 在这个殡葬业里面 所以我的题目也定为 知道多些 证明一点 没错 证明一点 我就不是为了 不要搞错了 绝对不是行内 有些所谓的留言 就是在网站上 在我的专业里面 就说我又困人进来 又什么又什么 其实我觉得什么叫困 我上次也说过 一个价钱定了出来 接着就有一个里程乐园 好像昨天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特别 又让我看到一宗新闻 可以看看苹果的新闻 是关于买牛肉面 看一个牛肉面 你吃过最贵的牛肉面 一碗多少钱 都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一碗牛肉面 你觉得很贵吗 我真的很想试 吃过没有 这段片 这段片很好 它说在大陆有一家面价 其实它有一个牛肉面 它由百元一碗 到最贵的一万三千八百 八百元人民币一碗 都有 而一万三千八百元人民币一碗 又没有人吃呢 它说它开业以来 它卖过四碗 即是有人吃 要预订的 对 要一个月前预订 其实 那些人就说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炒作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它说有没有想 它说没有 没有想的 你愿者想调 其实这些叫明马实价 不是吃完就说一万三千八 不是嘛 你事先资金 这些不算是骗的 嗯 说清楚 说清楚 其实 过去几天 过去那个礼拜 有很多人士 有些打电话进来 就问我 你是不是可以教台棺材 我说没有 我们这个课程没有教台棺材 他说你这个课程教什么 我说我这个课程 我这个课程 其实你上我的Facebook专业 你按进去 我那个网站 就有那些内容 接着他说 就是什么 其实很老实说 我写完我也不记得什么 其实有些 殿葬行业的专业知识 有些历史 有些基本的行政手组 另外会有讲一下 一些关于官幕的知识 有些兽而用品的知识 也会有中西制制仪意识 有一些我会请一些 中西制制仪意识 我也会请专家来说 然后 版那些我会找官幕厂的代表来说 另外我会讲那些 另外 讲 关于 唐官 化妆 土工 都会找回那个门的专业 都是找回专业来说 其实他就说 其实我有些什么资格去说 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去说 因为我都不是做那些 他就问我 你是不是教人台冠材 我心想 我给副冠材抬起就可以 哈哈哈哈 我真的跟那个先生说 先生 我这里没有人教 我教不了你台冠材 我不懂台冠材 不是啊 你敢写的 我没有写过教人台冠材 我整个课程刚要都没有写台冠材 接着我说 基于这个商品说明条例 没有那些东西不可以写的 所以 要不然是海关来找我 这样的位置押 我就打发了他去执 我说 如果你要找人学台冠材 你找土工工会 叫他开班来教你 我帮不了你了 你收线吧 就是我盖上线 我心想 你要玩的 你不要拿我的电话来玩 我没有空 又有 然后呢 就无端端就在那个专业那里 就会WhatsApp我 不知道什么事 接着就问我 请问你公司呢 那个联络电话公司地址 以及名称是什么呢 那我就认了一句 我说我这个专业 包括这个百无禁的里面 不是为了我宣传我个人 或者为了宣传我公司 而开的 如果我不需要这样做 我到这个年纪 去到我这个态度 我已经入了逍遥派 做了逍遥派的信徒 逍遥派 逍遥派 逍遥派不是佛 逍遥派 逍遥派 逍遥在念大自在神功 你不要叫我搞那么多事 要不然是你的死人潘小民 叫我搞那么多事 叫我高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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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方便不高调 就让别人召唤我 我这个火都来买了 我完全感受到你那份生气 我最生气是什么呢 各位观众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发脾气 麻烦Eric 就开一开 留言里面 其实他说任何东西 我都没什么所谓 有观众都说分明是踢馆 踢馆不是一个问题 放一个擂台出来 预计踢馆是可以的 但你一有理来去踢 我最生气是什么呢 有一位先生 他自称是曹先生 你知道吧 伦敦金那些 伦敦金那些 以为跟英俊的美女说话 其实原来跟男性说话也不奇怪 他自称叫曹先生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什么计划 这些算吧 其实他有点说得不太对 首先香港的病人商 我们叫脸状商的牌照 持有人 在上个月已经放宽了 是可以卖广告的了 其实我不知道 他也不更新自己 看看新闻了 另外在这个法牌条件中 我们上次有一集 都读过了给大家 是 他应该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他应该有看法牌条件 他不需要看我的节目 法牌条件都在网上 那个法牌条件有没有说过 不准教人 有没有说过 没有 但是他说不准 我不知道他基于什么理据 他说殡葬业是要施涂制 我从来没有说过 他说现在你这样做是影响了施涂制 冷静一点 我说过 包括我之前说过 我曾经搞过几届 我每一个都介绍相关的师傅给他们 是 你没有带过的 我知道 我从来没有带过人 我读教完我就斩懒了 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连自己人都不认得 是的 他们通常有诉求跟我说 他想学什么 他想跟什么的人 我说可以 我介绍个好人给你 经验老道 你介绍师傅给他们 是的 直接我介绍师傅给他们 直接跟他们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要改变这个行业的施涂制 我从来远峰是没有说过的 这位曹先生 可能他没有看我们节目 也没有了解 他们说你收得贵 贵人见智 如果你想跟远峰学习 有几样东西 给五千给八千学 不行不行 我重点不是这里 其实我有说过 你们可以去我的图书馆借我的本书 基本上那本书内的内容 有三至四课 课程内的资料 都在里面 即是三至四课的资料 你就可以免费 不是免费的 那个朋友说 是不是买了一本书 就不用上你的课程 他就问我 打电话来问我 我就回答他一句 你是不是买了一本教科书呢? 你DSE就考五星星呢? 其他先生是否可以回家睡觉呢? 不需要上班 对 对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有本事 你自收的可以 那就去吧 我发授掌 我的人才 那么聪明 如果你不可以 你就去给钱学 回学 乖乖地 你说我不学都可以 没所谓 这是免费的 不是的 图书馆借了两个星期 我想拥有 花百多元 去书局买 你也可以学到那几个课 书局仍然可以买 还有小粮 还有小粮存货 不多 我猜还有几十本 另外你说 不是的 我觉得文字 我看词比较慢 我吸收得不太好 不要紧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了 我和小门在这里 开了这个购物金记 我们都会有些资讯性的东西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只要付六百多元 可以听我说 五十二个小时 六百多元 就很便宜 就像石头肉面 由八元起标 我由零元起标 应该这么说 做人有得选择 有 我给你很多选择 博士的食材 是给很多选择人 六百多元 有个问题 他没有用架子指着你 冷静点 六百多元 有个问题 有空就有潘斯文 胡说 但是撑到题目 不知道游了去哪 就收不住那五十二个小时 有一半时间给他游 你又赖我 当然赖你 不赖你 那些朋友说 喜欢听我们两个胡说 蛤 我们不是胡说 有根据的 不是胡说 互撑 是我们互撑 虽然我们经常在吵架 但他都很喜欢听他这样说 其实我不喜欢跟他吵架 我从来都没有吵架 我们在这边辩论 大辩论 你说不是 是的 我还想了解更多 亲身摸一下经验下 有4D的感觉 你知道现在是4D 就是要怎样 要自己感受到 摸到 聞到 我要亲身去看 所以我上次那块木 是这样 死不死底索 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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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 哎呀不是啊 我只是看到木头 又索不到味道 那块木真的很香 你说不是啊 我看照片 我只是感觉到差弱 我要去看看亲身的师傅 所以我那么期待 再去一次那间厂 就是 就是 是真的 我不是吹水 是真的 他带才可以去到 至今 基本上 任何人进去 他只是给你去 铺面那里 门口 门口 你可以是进去门口 其实你要进去 你去红磡那里 有很多陈列室 你随时站在门口 你拍都没有人理你 是 我说一个厂 厂厂厂 厂厂厂 你要知道地址才行 对不对 就算你真的知道如何去 他都不会让你进去 没错 我刚才不是说了 为什么我敢收这个价钱 因为我的成本是最高的 说完 因为我真的会在香港包一辆车 无论班有多少人 我都会包他们上去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 你也很坦白承认 你不是每个人都会 所以你会 真的邀请一些 别玩了 哪有人都会认识所有东西 所以我就是在说 你真的会邀请一些 有份量的人 去到班里面 去教同学 然后按他们自己的 议员去再学 或者 而且 这件事不是在说入行的 其实曹先生 他们整班跟我说 说我的东西贵贵贵贵贵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家家有求的 这个世界 百科又撞百客 但我又不太明白 他说我以前困了这么多学生 现在又出来困人 我又很奇怪 我有一届的学生 他得了业 其中有一个 已经进了殡仪馆做 当年他去见殡仪馆的工作 我又问他 看你这么厉害 进了殡仪馆做 我也赚过帅子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告诉别人 你有我们那张照片 他说其实我有讲过 我说有没有用 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的 不过他说 你跟着这班人士去搞的课程 去学习 都相信你有一定的知识和分量 那时候我就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感觉 好像被人背书了 我觉得OK 然后我就说 好啊 然后他莫名其妙地 看完这个帖子 那么多人围剿我之后 他就突然间有一天 早几天 他说是否在五日之前付钱 就可以省两千 我说你读完 关你什么事 我帮我儿子报名 然后我说 你在殡仪馆工作 你帮你儿子报名 你自己教就行了 你没有东西 你不同的 跟你学不一样的 我说完了 那如果有个人 被人困完一次又一次 都肯上当的 我的字问我个样子就很坏 心口又没有 又用字 又没有自线 哈哈哈哈 这样也困到人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想想 哎呦 突然间面都红了 有个读者就说 博士读这么多书 是你的本钱 其实博士经常说 其实我不是读很多书 不是 你经常说一句你自己不知道 就是读这么多书 越读就越觉得自己 不够的嘛 是的 当你越读得多 那时候 每个人会愈谦虚的 你真的知道自己不懂的 你要跟我说 机械的东西 我愈谦虚啊 牙刷了 我的朋友说你牙刷刷了 在我认识的领域上 我就会刷你 是不是 你不认识的 你真的会说不认识的 那我就会很白痴地 举手会问 还有一个东西 你是很好的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感觉到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懂的东西 你真的会和别人分享 会说的 是很苦口和心 和很串的去说的 我这样串就不一样了 好了 你究竟谦虚还是串 在我不认识的范畴上 我很谦虚 你先听清楚 在我认识的范畴上 我不是串 我是要 权威 权威 不是权威 是 再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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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放点 是 似乎是下跌的 再下跌 持住 對 其實有些人在說粗言慰語 我已經在我的管理員幫我剷了 這個我特意不剷了 因為這位曹先生對我有嚴重的指控 希望各位支持我的朋友 給我一個機會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講 我給這位曹先生 因為這句話中 他正在說我 叫別人去用電話恐嚇他 這是一個刑事的指控 我建議 按回報告那裡 我建議他 我建議他去報警 他說他去報了 再按回報告 他說他已經報了 他正在指控我 他現在是一個正式的 對我的名譽受損 和一個誹謗行為 他在一個公開場合 直接這樣說我 刑事恐嚇他 這件事我要作出澄清 我是沒有做過的 他現在這樣說 再拘捕到最底 麻煩你 很奇怪 你結束了一段字 他很奇怪 就說有人跟他道歉 就說有人跟他道歉 然後 以我認識的朋友 寫得出這種 這樣拘捕的民體的人 就相信沒有 我不知道他這段字 在哪裏找出來 然後他就叫我 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 恐嚇是一個事實 對 成為了一個事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叫他去報警 他也說去了報警 我等了整個星期 警察還沒來找我 我就在想 他是自編自導自演 在恐嚇我 還是我究竟 哪一個恐嚇 我正在這裏正式宣佈 請港大的觀眾 和我這個支持者 包括孫小文 在來 作為一個證人 證明曹先生 對我有一個 私人的刑事指控 是一個誹謗行為 我就請他在72小時之內 作為一個同行 我就放過他 他自己去刪除這個帖 這是我給他的最後一個機會 如果過了72小時 他不去做這個動作的話 不好意思 我保留一切所有的法律追究權利 因為他這個指控 包括我人身安全 以及 人身安全是包括 你明白嗎 他是刑事 他說的 我會說我犯了刑事 在這個普通法的底下 他是要舉證的 如果不然 一切疑點歸於被告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舉證我 有犯法的話 他現在就是誹謗的 我已經問了律師 律師說肯定 所以他自己去好好想一想 不好意思各位 我用了大家太多時間 去說這件事 下一次我們回來 再說回我們昨天 不是上兩集 還沒說完還有幾張相片 好 想聽就麻煩做會員 是的 繼續 好